Hi 2021年的10月4日 我过完了自己的第21个生日 那么今天我就和大家来聊一聊 我在21岁的人生中 21件事 真实可爱 经济独立 干就完事了 第一点 在可承担的范围内 精心打理自己的生活 可以是为自己买一束花 买一份水果 看一场电影 买一杯奶茶 让这些成为平凡生活中的小确幸 第二点 学会主动 学会主动打招呼 很多事情 其实因为主动 就会变得简单很多 不管是和家人 同学 老师 还是和关系突然变糟的朋友 99%的情况 都可以通过主动沟通 来解决矛盾 第三点 不要瞧不起自己的努力 我觉得大家或许会产生一个误解 努力是很容易做到的事 只要我今天想努力了 我就可以很努力 但事实不是这样的 努力很难 想坚持下去更难 我们经常看到有成功人士说 我今天的成绩是因为我很幸运 是啊 运气确实很重要 但是这是因为他们谦虚 并没有否认自己的努力 况且世界上努力的人多了去了 不是每个人努力的人都会成功 但是如果你不努力 连获得成功的基本条件都没有 付出不一定有回报 但是不付出一定没有收获 读高中的时候特别有感悟 那时候特别在意成绩 总觉得别人成绩比我考的高 年纪排名比我前 我同样是很努力的拼命读书 疯狂杀体 为什么考出来还是不如人家呢 如果你一旦觉得努力很简单 那么真正你要做的时候 就有很大的为难情绪在里面 我的经验就是直接做 不要瞎想 而且要时常告诉自己 并没有做很多 离目标还差着远呢 还有 不要以为自己努力了一会儿就完事了 一辈子很长 如果你不持续努力的话 早晚会被淘汰的 知道自己要什么 并且全力以赴 坚持做到底 一句话就说 干就完事了 第四点 尽量坦诚 做最真实的自己 从我频道做到现在 我经常收到观众给我留言说 当时追踪我是因为我的 真实 可爱 不做作 我其实看到这里我真的很开心 我确实就是这样一个人 做到了不忘初心这样子 我在镜头前从来不会掩饰自己的各种表情 开心 激动 沮丧 痛苦 大家都可以在我的视频中一览无余了 上次我吃东西的视频发在别的平台 就有收到留言说 我吃东西真的太多了 也能不注重表情管理 我这个脸都扭曲成又出折子了 我还没发现吗 我当时看到真的心情还蛮低落的 但是我后来在底下留言回复它 我说谢谢你 但是我还是会坚持做我自己的 在镜头前的一些遮遮掩掩 并不是真正的我 我觉得这样太累了 我就是一个心理活动特别多表情 特别丰富 稀奇古怪这么一个人 坦诚的好处就是你可以不受激数 快乐地做自己 你们可以去发现我那些奇怪的表情 你们先前一步就把那些表情都截图了 第五点 培养自己的独立兴趣爱好 学会独处 其实我挺习惯一个人带着的 一个人可以看一本书 看一场电影 自己剪剪片或者画画 人的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孤独的 特别像是我在异地读书 父母长期都不在身边 也不能跟最好的朋友经常去聚餐 确实有时候会很孤独 但是这种孤独不是说你交了个新朋友 或者谈了一场恋爱 就可以完全消除的 所以培养个兴趣爱好真的很重要 给自己找点事情做 比如剪视频 做饭 看书 看电影 画画 等等等等 这些都是你可以发掘出来 自己的兴趣爱好 并且去发展它们 尽早学会和自己相处 可以提升我们的幸福指数 第六点 身体和容貌 自己说了算 要学会接纳自己 最近网络上很流行容貌焦虑这个词 互联网的发展让我们越来越在乎自己的外貌长相 容貌是父母给的 你不仅需要感恩更需要珍惜 自信的女孩才是最有魅力的 我的妆容我做主 我的穿搭我说了算 不要太在乎别人的流言蜚语 学会接纳自己的不完美 不管你是单眼皮 双眼皮 过胖还是过瘦 你可以提升自己 但并不是抱怨自己 第七点 学会包容自己 人生除了自律其实还有很多名 早六晚二并不适合所有人 不需要被别人的自律捆绑 了解自己的节奏 允许自己有放松懒惰的时候 一张一尺平衡偶尔的惬意和放松 才是最值得被追求的 第八点 对身边最亲近的人保持耐心 我们最好的态度往往给了别人 而最狠的话却发泄给了 最爱你的人 我们总是想他们肯定能够理解 但是却无意中伤害了别人的心 也不要忘了保护和关爱最爱你的人 第九点 有自己的标准 不要被别人左右 我现在大三了 也面临着一两年后我要步入社会 找工作的事实 爸妈一直以来希望 我可以当老师医生 比较安稳的工作 他们觉得女孩子嘛 一辈子踏踏实实脚踏实地 找一份拿着固定工作的工作 多少好呀 但是我就是一个想法特别跳脱 特别喜欢挑战这么一个人 如果是一眼看到头的人生 一眼看到头的工作 我觉得真的不适合我 而且我肯定会耐不住的 我宁愿去拼去闯自己想做的事 也不想被老一辈的传统思想所局限 因为21岁的我还年轻 就算失败了 我到时候回想起来也没有遗憾 至少我努力过了 至少我勇敢去尝试了 第十点 坚持一项自己喜欢的运动 运动带来的多巴胺 可以让我们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活力 选一项自己能够坚持下来的运动 让它成为自己生活的续电方式 第十一点 要相信收获与付出一定成正比 若想要获得更多 一定要承担这背后的压力与责任 第十二点 要坚持提升内在 互联网的发展 让我们更加注重了外表的存在 但是外貌只是附加值 美丽的普遍性 更衷托出了灵魂的重要性 除了美丽智慧和学识都十分重要 所以多读点书吧 第十三点 不要害怕失去朋友 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形形色色的人 并不能和每个人都完美融合 相处融洽 与其局限自己 不如敞开胸怀去接纳不同的人 这样也是接纳不同面的自己 但是也不要因为一些生命中的匆匆过客 自责悲哀痛苦 因为陪你走到最后不离不弃的 才是你值得要去珍惜的 第十四点 把时间花在重要的事情上 不要在乎鸡毛蒜皮的小事 我有个很大的毛病 选择工具症 特别是买东西的时候 我喜欢比价 挑到性价比最高的东西 所以我妈经常骂我 她说你买个东西这么慢 真的是浪费时间 所以她很不喜欢跟我一起去逛街 她说我太纠结了 太不果断了 后来一次又一次 吃了很多亏了 所以我一定要奉劝大家 要尽早去衡量时间的价值 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小事情上 轻重缓急才能做出最好的决定 第十五点 护肤保养要趁早 早睡早起身体好 因为毕竟我也是奔三了嘛 我不喜欢老得很快 一个人的容光换发精气神 是肉眼可见的 也可以是后天改变的 所以这些都需要靠自己的自律 第十六点 保留生命中的仪式感 你可以是请朋友喝一杯奶茶 请他吃一次饭 看一场电影 送一份你精心准备的礼物 因为每次别人在请我客的时候 我都会牢牢记在心里 知道这是一份人情 我到时候有机会我一定要还给他 朋友之间的情感更是在这种彼此奠念中升温 人与人之间真的很需要这种仪式感的加持 来告诉他 他在你心中有多重要 第十七点 执行力真的很重要 不管是拍片剪片 开始运营自己的自媒体平台 经营好自己的频道 虽然我是从第三十多支影片 才会被别人慢慢发现 一开始就是自娱自乐自我欣赏了 但是我真的很感谢我的坚持和没有放弃 是金子总会发光 大家要相信这一句话 什么时候开始都不算完 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去做 第十八点 逐渐走向财富自由 虽然我现在也没有到财富自由 但是我可以说是经济独立 现在生活费都是靠我自己来赚取 或买我自己想买的东西 这种是很有自我满足感的 其实从我高中毕业那年暑假 我就去当过芭蕾舞老师 去当过摄影助理 还去了杭州大小公司投过简历 更想尝试各种不同的工作 一次又一次的小小的收入 让我感受到了赚钱的快乐 不管你想去尝试怎样的兼职 能迈出第一步其实就是很大的改变 要相信经济独立才能人格独立 安全感一定是靠自己给的 第十九点不开心没关系 记得要和信任的人说 情绪是可控的但又是难控的 一生中避免不了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挫折 会感到沮丧会感到不安 但是不要憋着 憋着真的会出事的 一味的自我消化 还不如朋友的一个巧妙的建议 让你顺天豁然开朗来得快 第二十点 这是一个留白系统 我把这条留给大家 你们可以花一分钟时间思考一下 在你现在的年龄阶段 让你最难以忘怀的事情是什么 带给你有最大人生感悟的事又是什么呢 给你十秒钟 给你一分钟思考时间 stop 第二十一点 不要让年轻成为自己的限制 二十岁左右做出了决定 真的很影响一个人的未来 很久之前就看过英国科学家的研究报道 不同的人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做出了决定 对未来的影响是最大的 这个结论也让我意识到 不要总觉得二十一岁我还小 我还年轻 我还有很长时间让我去放纵 成为自己的一个借口 一个限制 其实在这个阶段 我所做的每一个决定 都是在给我未来勾画蓝图 真的太需要大胆去尝试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勇敢迈出一步 谨慎面对选择 以上就是我二十一岁的人生中学会的二十一件事 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共鸣和帮助 还有希望二十八岁的我 已经过上了我理想的生活 再次祝我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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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我们二十二岁再见啦 拜拜 二十二岁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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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